一年一度的光棍节即将来临,让不少圣男圣女为此抓狂 而近日爱情喜剧电影《光的棍》率先攻占大萤幕 宣布将于11月8日全国上映,向所有单身人士传递脱光宣言 日前该片在唐山举办首映里,陈浩、徐杰尔等一众新人主创集体亮相 不过凭借一路向西迅速走红的辱神王李丹妮 因为工作原因遗憾缺席,还是让当天发布会黯然失色不少 作为一部小成本电影《光的棍》将与《雷神2》等国外大拼同档期上映 从票房预期来看明解至以卵及时 而这也引来演员陈浩现场的一番不满 我听说冬至年上了一个戏叫《雷神兔》是吧 应该是吧,就是我其实挺后悔的 我跟张乐坦其实想回头聊聊 我也演过中国雷神《语文成都》 哎呦,非常期待 对,我觉得他们一个有点以大欺小 就明年我们能为一个中国雷神的话 虽然该片没有耀眼的明星大腕加盟 也没有超炫的制作抗衡国外大片 但主创们依然诚意十足,卖力吆喝 并现场放言,如果该片票房过亿 主创们将奉送影迷大尺度福利 绝对亮瞎你的眼球 我昨天听有媒体跟我讲说 如果我过亿的话你就八光我是吗 有这事吗 好像讲 不是,是过两亿我自己拖 那过一个亿你就八光我吗 还拖什么拖 所以过一个亿我八光你 那过两个亿呢,那还有啥给玩 让你拖一个亿 你八光我吗呀,这有点玩太大 那你拖一个亿我吗